第一个就是把那个10分秒转换一下 转换成什么呢 转换成这个秒分10 也就是把这个顺序呢做颠倒 那颠倒完之后的话呢 本来是冒号的 请你把它改成底线 冒号变底线 也就是说最后做出来的结果 会是像这样子 我把这个已经做好的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就是说呢 最后执行之后的话呢 本来是 应该是前面这个 是进场时间的 以进场时间 跟这样应该是登录 登录时间部分 以登录时间的部分为主 那你可以改成其他的 这个时间做其他练习 那本来是10分秒 把它做一个反制 变成秒10分 而且中间的加上底线 那这个部分呢要怎么做 我想方法有很多了 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 在我们书上的这个范例 那我们书上的范例呢 它是用这个 画有的回圈方式来做 画有的回圈方式 在那个176页的方式 176页它是用那个画有回圈 不过我觉得 当然你用画有回圈 或者度回圈 或者画有回圈 当然都做得出来 不过呢 有些东西尽量反正你就简单 越简单越好 像这一题 实际上我的逻辑是这样的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 也是一样 给它一个范围 那因为我知道范围是从 第一笔到最后一笔是 204 那我可以透过Ctrl向下的方法 也是一样 跟刚刚的那个前前一题一样 就是说我给它一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我取得之后的话 再取得里面的储存格 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怎么样呢 做一个格式化 那格式化里面呢 我可以取得 其实这里面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里面的资料呢 是一个时间 那我可以透过 这个VBA里面的函数 取得里面的十分秒 那分别取出之后呢 最后呢 再把它用自算的方式串在一起 那我写出来的程式 我们来